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说 看哪 我必快来 我们太多人都在属灵上睡着了 我们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你要一时代的迹象 耶稣基督要我们警醒 他要我们在上帝面前保持警醒 主希望我们醒悟 确实有天堂和地狱的事实 将会有审判的一天 如果有人在路上开车 如果他们打瞌睡或注意力不集中 他们很可能会错过一些前往目的地的路标 上帝给了我们他珍贵的孩子 许多迹象 他要我们保持警醒 上帝的话语充满了迹象 让我们知道十日即将结束 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存在 这事实上是个好消息 我不了解你的想法 但对我而言 就我所知道的 天堂似乎是更好的地方 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悲伤 只有快乐 只有和平 永远与主同在永恒中 远离这个世界的疾病和苦难 远离自然灾害和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破坏 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好消息是 上帝要结束这种邪恶 让我们回到天上的家 然而 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 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路标 警告我们时间近了 他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迹象 使我们知道末日近了 圣经告诉我们 人们会突然声称自己是基督或是弥赛亚 但警告我们不要听 换句话说 当耶稣回来时 我们不需要到处告诉彼此 不需要大声张扬宣告 因为每个人都会知道 当主再来时 不需要任何人制作通告并宣布 我们都会在云中 看到他的荣耀和威严 路加福音21章9节说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历时就到 每个人都只想平静地生活 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 我们的同辈 甚至是我们工作中的朋友和同事的压力 我们面对着实现这世界上的成功和快乐的压力 我们隐隐意义 努力积累财富 我们要获得持久的浪漫爱情 我们要实现自我 成为人们敬仰的成功人士 这些都不一定是坏事 但世界把这些东西 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 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并且在追求或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被鼓励犯罪 偷偷犯罪 无可避免的犯罪 有意的或不经意的犯罪 当我们把追求这些世俗的目标 放在比上帝优先的位置时 很容易陷入一般人会做的事 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 去做和非信徒一样的事 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被呼召要以耶稣为榜样 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被呼召以敬虔的方式生活 敬畏主并顺服他 即使这在世界看起来 似乎没有意义 罗马书十二章两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茶宴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随波逐流的反面是更新的思想 上帝对于世界的观点 和我们生活中被教导的 一切文化与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要愿意让他改变我们 重新教导我们如何思考 那么我们将可以装备好 过上他所喜悦的生活 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十六节说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必须在灵里保持警醒 我们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如果我们不清醒和警觉 我们就会像一只无助的鹿 成为捕食者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提防属灵上的困倦 圣经很清楚 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身体上的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 而是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 强大的属灵世界的危险 以福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来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世界之所以如此多的追逐与罪恶 他们如此行事 是因为无知 他们不理解福音的美丽和价值 他们不明白 神为他们预备的东西 比罪的空洞承诺要好得多 但上帝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双眼 他已经呼召我们 离开我们无知的道路 进入一个更伟大的世界 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在旧约中 西伯来人在生活中 接触到任何不洁的东西时 举行洁净仪式 如果我们对生活中的污点 表现出同样的奉献精神 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决心 与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习惯 任何行为 任何态度彻底决裂 该怎么做呢 我们如何保持灵性觉醒呢 如何不让自己 做个行走的睡人呢 第一 注意圣灵的声音 上帝总是对我们说话 他通过他的话语 我们的环境和情况 以及其他人向我们说话 问题是我们必须专心聆听他 像路一样 我们必须保持警醒 不要让世界的噪音超过我们 第二 休息但不要睡觉 我们不能在灵性上入睡 我们需要保持清醒 我们的身体可以休息 我们的思想也可以休息 但我们的灵应该始终全神贯注 事实上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休息 这样我们的灵才能保持一致 第三 保持健康 我们必须在灵性上保持健康 才能被调整与纠正 我们必须了解上帝的特质 并了解敌人的运作方式 我们必须能够确定 谁在我们中间运作 你有没有尝试过 看着你心爱的人 然后想着 到底是什么 是他们如此呢 挑起麻烦 造成混乱 让你偏离轨道和分心 是什么导致你如此呢 当我们困倦时 我们很容易相信谎言 很容易分不清事实与谎言 看不清时代的迹象 今天我们的媒体 充斥着虚假与误导性的信息 人们追随假先知 相信扭曲了的教义 因为我们过着朦朦胧胧的生活 因为我们睡眼惺忪 因为我们睡着了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 人若自竭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说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说 再者 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表明即使是真正的基督徒 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 在属灵上睡着了 换句话说 我们越接近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我们就越需要从属灵的睡眠中醒来 事实上 我们已经进入了可怕的末世 这是人类文明的高潮 如果必须注意 并做好准备的时刻 那就是现在 生命就是时间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许多人在属灵上很懒惰 在琐碎的事情 世俗和物质上浪费了可悲的时间 许多人在电视或电脑前 浪费了无数个小时 只是为了娱乐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热切等待基督的再来 而不是被动的等待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说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陷 但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耶稣强调 他的门徒要盼望他的再来 为他的再来祷告 当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世界事件 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尤其是那些指向基督再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的事件时 我们要保持警醒 我们的热情期待和兴奋 应该更加强烈 不要睡觉了 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字就来了 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世界上的人在睡觉时 我们要警醒 过着虔诚的生活 热切盼望主的再来 很多时候 我们表现得像世界一样 因为我们害怕冒犯他人 我们害怕 如果表明自己 是基督的真正追随者 会被嘲笑或批评 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害怕 如果以某种方式放弃这个世界 我们可能会错过许多东西 但是事实是 当我们将自己 与这个世界分开时 我们并没有剥夺自己的 任何美好事物 相反的 我们正在把握上帝的应许 这些应许 要比任何事物 更美好得多 亲爱的朋友 醒来吧 不要睡觉了 当上帝警告我们时 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 当上帝设立了一堵墙和盾牌 并告诉我们 不要做某些事实 不是为了伤害我们 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但是一次又一次 人类选择以艰辛的方式来学习 违背上帝的律法 然后为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的后果 想象一下 如果你遵循上帝的每一个指示 你的生命将大不相同 违背上帝的指示 就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困境 真言十三章十五节说 美好的聪明 使人蒙恩 奸诈人的道路 岂须难行 是的 不要和亚当犯同样的错误 今天世界是如此堕落的原因 是因为人们不听从和顺服上帝的指示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果是 他们违背了上帝 他们必定死 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九节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 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治人的预想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 注意这一节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因为一个人不顺服 许多人成了罪人 而通过顺服 许多人将被称义 顺服与不顺服 会产生很大的后果 你必须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付出代价 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 而他的话语明确告诉我们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你有遵守他的话语吗 真言一章三十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圣经说 听神的话 顺服神 敬畏神 并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人 神必使他们安居乐业 你所要做的就是顺服上帝 今天的基督徒 已经把顺服上帝 变成了不重要的事 当上帝告诉我们 去做某件事时 我们质疑他 并给出我们 为什么不应该做 或不能做的理由 我们忘记了 顺服神所带来的福分 我们认为 上帝只是希望我们顺服 而不给予我们什么 当上帝说要这样或那样做时 那是为了你的好 上帝知道 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什么是最适合你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他正在引导你走正确的道路 你要做的就是顺服他 你有顺服他吗 当上帝说 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时 上帝不是禁止你享受性 是上帝创造了性 但他创造了性 让他发生在婚姻里 在夫妻的关系里 因为他知道 在婚外的性行为 将会有什么后果 这些规范与指示 都是为了你好 当上帝告诉你 不要偷窃 不要撒谎 都是为了你好 无论你是否顺服 都不会改变 他是谁的事实 无论你顺不顺服 他依然是神 无论你听不听他的警告 他仍然是掌管一切 奇妙伟大的神 他告诉你 这些事情是为了你的幸福 为了你的未来 圣经在那里帮助 指导你 告诉你什么是你该要坚持的事情 什么是你该放手的事情 是的 我们会面对试炼和磨难 没有人的一生 能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度过 但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情况 很多都是归咎于我们无视神的话 无视他的指示 我们在圣经里的多处经文中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顺服神 神将会让我们领受祝福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们再次看到 因为顺服所带来的祝福 又说 你若留意 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由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 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如果你不顺服上帝 那你顺服的是谁呢 那你就是顺从肉体和魔鬼了 因为顺服没有中立的立场 违背上帝 就像把自己投向了魔鬼 我们严重低估了 被你和不顺服的罪恶 我们严重低估了 如果我问教会会众 你有参与巫术吗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会被我问的问题所冒犯 我确定你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不敢参与巫术 撒末尔纪十五章二十三节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你没有行邪术 然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没有什么能够如不顺服一般 如此激怒上帝 把自己的意愿和上帝的旨意 作为竞争 说的就是悖逆与顽固 圣经说他和巫术 及偶像崇拜一样糟糕 和活在不顺从真神中一样糟糕 那些被自己的腐败经像所支配的人 违背上帝的命令 他们听取占卜式的话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神的命令不是为了神 而是为了你 符合你最大的利益 如果你顺服神 你的生活将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还有什么事情 是上帝警告我们的 另一个警告是不要懒惰和拖延 我们的上帝不鼓励我们懒惰或拖延 停止把事情放一边 停止只想付出最小的努力 如果你有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 如果你有必须要完成的责任 去做 现在就去做 今天就去做 不要等到明天才开始 从今天就开始 停止继续谈论它 现在就开始行动 真言六章六至十一节说 懒惰人哪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据点粮食 懒惰人哪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山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当耶稣在世时 他是一个有动力的男人 约翰福音九章四节 耶稣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纳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在你生活中 你在拖延什么 真言六章告诉我们 连蚂蚁都不拖延 不要再找借口了 赶快去做 懒惰不应该发生在上帝的孩子身上 问问自己 在你的生活中 你在拖延什么呢 上帝在圣经中 给我们的另一个警告是什么呢 不做各样的恶事 远离一切邪恶的表象 铁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说 各样的恶事要进进步做 不要等待 不要思考是否要远离 不要调查或深入了解 直接远离任何看起来邪恶的事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说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头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应对盗贼的到来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反复强调 要保持清醒 警醒 警觉的原因 当你被告知一个贼要来了 当你知道有一个敌人 想要来到你的家里偷窃 杀戮和毁灭 你该怎么办呢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因为敌人想要偷窃 偷走你的喜乐 偷走你对主的忠诚 他想让你专注于这些世俗的东西 专注于那些对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没有注意的事情 如果他能让你失去注意力 他就能偷走你对上帝的感情 那么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如果他能让你失去对基督的专注 他就能让你失去与基督的关系 使你没有和上帝之间有亲密的个人关系 时间会悄然溜走 在你意识到之前 你就已经站在基督的审判座前了 因此 当你还可以的时候 请你自我反省 当你还可以预防盗贼来的时候 请你对你的人生做个风险评估 看看是什么占用了你的时间 是谁占用了你的时间 以赛亚书55章6节说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当主靠近时呼求他 因为如果上帝与你同在 你已经得到了圣力的保证 不要给敌人任何机会 不要留任何余地 而是要藏在基督里 用上帝的话武装自己 在祷告中武装自己 用耶稣基督的血覆盖自己 常常驻在至高者的衣下 时刻穿上上帝的全副装备 准备好战斗 大卫被压杀龙追赶逃跑的时候 是每拿石头砍大卫 咒骂大卫 这时亚比塞请求大卫说 允许他我过去割下V的头来 但是大卫说 西卢亚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相担 大卫为求生保守他的心 不要偏向邪恶 所以他跟西卢亚的儿子 亚比塞话清了界限 诗篇141章4节 记录了大卫的祷告说 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 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祷告 也是我们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祷告 这是一种实际现实的祷告 因为我们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都曾犯错 被引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都曾经打开过通向诱惑的门 尽管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圣经耶利米书17章9节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你看 我们的心很容易被邪恶所吸引 不是被推向邪恶 而是被轻轻地 温柔地拉向邪恶 这就是为什么 大卫在诗篇141篇4-6节祷告说 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大卫之所以这样祷告 是因为邪恶会悄悄地 渐渐地引诱我们走向罪恶 这种引诱是微妙的 狡猾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 容许自己迈出一小步 那么邪恶就会引诱我们再迈出一步 再一步 最终我们就会被罪恶紧紧地束缚 所以让我们认识到 邪恶可以一步一步地将我们引进罪恶的深渊 开始是一小步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犯罪的那一步 我鼓励你像大卫那样祷告 让你的心不被邪恶所吸引 上帝也可以回应我们这样的祷告 但是大卫的祷告还有第二部分 他祷告祈求上帝 使他不会被那些作恶的人所吸引 不会和他们一起做邪恶的事 他祈求远离那些会引导他犯罪的人 保持距离 有些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问一下 你的朋友怎么样呢 他们是那种可能带领你 和他们一起犯罪的人吗 你喜欢的那些的社交媒体影响者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是这样的人吗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引导你犯罪吗 那些你在Spotify YouTube Instagram 或其他不同平台上 跟随即与之互动的 歌手 音乐家 网红等 他们会像这样吗 他们会引导你犯罪吗 他们会让你认为 违反常规道德或犯罪 是一件很酷的事吗 让我们看看 你电脑的浏览历史记录 你经常浏览的网站 是不是好像你的坏朋友呢 你浏览的网站 会鼓励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专注于公益的上帝吗 还是相反呢 你的Netflix账户怎么样呢 你看什么电影 分享什么电影呢 你看的电影 他们会引导你的内心 向何处倾斜呢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大门 罪恶可以慢慢蚕食进入 在大卫时代 有些人想让他参与他们正在策划的罪恶 所以他祷告上帝保守他 不要与他们过于亲近 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当涉及与娱乐 互联网 社交媒体等方面的人 祷告上帝保守我们不要与作恶的人交往 不要参与他们的恶事 因此 从大卫在诗篇141篇的祷告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大卫祷告要求两点 第一点 祈求他的心不会被轻易地引诱入罪 第二点 他祈求他会远离那些会导致他犯罪的朋友和影响 但还有一个 祷告的要点 他祈求主帮助他 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罪恶可以是美味的 邪恶可以是令人愉快的 不是吗 圣经用最终之乐 这个词来描述罪恶 做犯罪的事 看起来是很享受并有回报的 你偷了别人的钱 享受着不劳而获的愉快心情 你享受已婚男人 给你的关爱和物质的享受 你用邪恶手段获得财富 享受着豪华的生活 犯罪看起来确实很享受并有回报 但这一切都是欺骗性的 撒旦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一样在行走 他让罪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但最终罪是致命和腐败的 大卫祈求上帝帮助他面对并抵制罪恶 使他能够说 不 使徒雅各也说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换句话说 拒绝魔鬼的诱惑足够多次 你说不足够多次 他就会逃离 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词语 例如当有人给你巧克力时 你只要说不 在面对罪恶的时候 也应该是这样 就只要简单地说一声不 那些在婚内出轨的 并不是有人在酒店里 给他提供了一个女人 一开始可能只是礼貌寒暄几句 后来交换电话号码 在后来有了思想的交流 然后约见吃饭 然后心中孕育了一个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次说不的机会 其他的犯罪也一样 在真正犯罪之前 有很多说不的机会 罪恶几乎总是从思想开始的 这也是你应该说不的地方 所以当诱惑者告诉我们 诱惑多么美味的时候 你要祈求上帝给你恩典 使你可以说不 使徒保罗也和大魏王说的一样 让我们阅读他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中的话 保罗说 人若自劫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在二十二节他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我鼓励你与上帝同行 与明确选择的朋友同行 千万不要迈出犯罪的第一步 当魔鬼试图以罪恶的快感诱惑你时 要说不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五至二十节中说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我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之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显然的 保罗也和我们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挣扎 尽管他被上帝大力使用 但他显然也是个凡人 他显然的有缺陷和弱点 就个人而言 保罗所写的 和我今天在这个战斗中 与之抗争的 是相同的事情 在这场抗击罪恶的战斗中 我有时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方面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有做好的意愿 但由于我的肉体和世俗的本性 有时我会偏离正道 有时我会跌倒和犯罪 那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面临这个战斗 罪或圣洁 罪或正义 我的意愿或上帝的意愿 骄傲或谦卑 宽阔的路或狭窄的路呢 好吧 亲爱的朋友 你应该知道 主是慈爱的 他对那些悔改的人是慈爱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都有缺点 但是 让我告诉你 一个在成长的基督徒 是怎么样的 当你与罪恶斗争 当你到了一个地步 你发现你对罪恶 没有任何罪终之乐时 这是你的信心存活的明显迹象 你的心没有变刚硬 因为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 如果你在属灵上是死的 你对犯罪的问题 就不会在意了 所以 我鼓励你依靠上帝的恩典 依靠主的力量 来克服罪恶 克服罪恶的第一步 始终是悔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